下坡是充满危险的技术活,正确地掌握下坡的技巧,能让你有效地规避风险。 记住,远离那些开放的公路,因为那有太多难以意料的变数。 同时请记住,任何技能都要先从低速练习起,然后再转换到高速的情景中去。 这位参加过两次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选手ROVCRO分享的绝对是干货。 当然你必须在实际的公路上去学习,而不是整天刷刷网上的理论。 一、降低你的姿势降低你在自行车上的姿势,使你拥有更加好的空气动力效果,从而保持高速下坡的方法之一。 降低你的姿势,同时能得到更低的重心,更低的重心以为能让你的自行车更加的稳,也会有更好的控制力和摩擦力。 在你过弯的时候你降低你内侧的肩膀来使得降低重心,这是个不错的方式。 四、柱、表哥神迹,切勿轻易模仿,二、将目光抱怨一点当你骑到你眼光注视到地方时,将目光撤离你正前方的车轮、车手,或者路上拐弯到地方。 这是个很简单的事,当下坡当时候,在通过弯道后,把你当目光聚焦,在你想要去的地方的尽头,其次把目光放在路上的小坑,和骑到你拐弯线路上的车手。 我相信我,第一次八十千米每小时的下坡速度,是如此的真实美妙,所以,在过弯时请集中你的注意力。 三、倾斜你的车子,而不是你的身体外胎摩擦率最大的时候,只有当整个自行车人系统当最重的部分直接到压在外胎与路面接触的地方上。 更简单的说,就是将你的自行车倾斜而理上倾斜,从而让你的位置保持在外胎和路边接触的地方。 对于摩托车来说,这样做是不允许的,摩托车更加的重你也拉不动,当然没办法允许像自行车这样操作,因为自行车车手,才是整个系统中重量最重的。 四、外侧的脚承担最大的重量自行车运动员在拐挖时总会缺少刚性,从而耗费更多的体力和时间,保持你在外侧的腿道直,把大部分身体重量集中在外侧的脚踏上,这样不仅你在拐弯时可以获得更多刚性,而且你可以省掉tight line,保证走最短最合适的路线,更轻松的起过拐挖路段。 五、不要坐在车座上由于种种原因,稍微离开车座是一个好习惯,在座位旁边,前面或者后面无论怎么样,当自行车遇到颠簸地段,或者碰到承拨状的厘清路,再允许自行车车座在你可控制范围内,再让你的臀部在你中心范围内活动,而不是在你的视线之外,再走下不同部分的道路这种自然悬浮技术可能起到作用。 但当其被需要,它是能保证安全无障碍,的下坡的一个关键因素。 六、在弯道的最顶端呼吸,当你呼气的时候,你的注意力和肌肉力量就会集中。 所以当你在下坡最重要的地方通过弯道的时候,保持身体较低的位置,倾斜自行车,把屁股从左边处移开,变现,聚焦前面,的道路,准备好继续踩踏,踩向你外侧的脚,放开刹车,同时你也应该呼气。 七、保持踩踏前进,在下坡保持踩踏,这能保持与自行车一起移动,踩太高频率能让你的心率直线下降,好的下坡技术需要反复训练。 八、维持一个安全距离,在高度前进中,很多事情经常变得很突然,如果你够快,在路上的风景也更替得很快,凹坑,骑车门,骑得慢的人,但你的大脑的反应时间是跟你骑得慢的时候一样的。 最关键的是你在调整速度中,要知道你需要用多少时间来做出决策,调整你在比赛路上的位置,看得更远点,刹车早一点,会比其他人更前面点,差过更多人,出于这个原因考虑。 所以我们不值得去冒险的去回头,查看,你跟他人的差距,这样只会浪费更多时间,损耗更多体力,你要给自己保留一个时间不光,可以去处理现在的情况,又能快速的应对新的情况的到来。 最后最重要的建议只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阅读前面建议后,可能最重要的是你不知道怎么去实践,但它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许多自行车缺手技术,如果是说,不要考虑这些建议,下坡可以想像是在冲浪,或者像在微风中捕捉你的风筝,下坡和高速管弯,更多是需要感觉,和实际经历,所以,到胆尝试去吧。